请看一下前面画面 那我们这一张要看的是主意气 那主意气就是已经开始要告诉各位 我们这学期的期中考的一个大重点 就是组合语言你怎么把它变成机器吗 那各位在看这一张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学会 我看着组合语言可以写出机器吗 那当然不是看着组合语言就写出来 而是你可以查表 你透过看着组合语言然后查表 你要能够写出机器吗 当然不是写那个就是电子式的 就是你可以写出来16进位或2进位的 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写16进位 那这一张我们会看主意气的简介 演算法 然后主意的范例 那最后会有一个IA32上的 根路主意气 但是我在想我们先看前面的部分 那这个IA32的我后面都留到统一一起讲 这样子比较不容易搞混 好那主意气呢 就是把组合语言转换成机器码的一个程式 那以各位上礼拜所用的那个工具里面呢 就是AS0 就是我们的主意气 那当然根路有它的主意气叫GAS 那微软也有它的主意气 从前叫MASM 现在好像叫MASM 那主意气是组合语言程式师所使用的主要工具 但是现在做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不多了 因为电脑发展到现在越来越高阶 所以真的会用组合语言去写的人已经不多了 但是还是有 还是有 好那主意气大概做这件事 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程式 那我经过我的主意气之后呢 它会翻成这个目的码 而且我们这边是用16进位的方式写 那当然最后是用二进位的方式写在硬碟里面 那这里是一个上次我们看到的简单的组合语言 那这样的组合语言 我们如果要把它做主意 那怎么做呢 这个组合语言其实就是把 就是A等于B的那个组合语言 A等于B这个程式的组合语言 那我们如果要把它主意 要怎么做呢 当然你用AS0就组一完成 档案名称就组一完成 但是问题是 它的过程是怎么做的 如果我今天要求各位要写一个组一期出来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理解 可以了解它每一步 该怎么做 那这是我们先用一个范例 这是组合语言的内容 OK 那我们要把它主意的时候 要做基本上要有几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我要先编位置 也就是说每一行指令 它的位置是多少 有了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A在哪里B在哪里 OK 那我们之后要编A的码和B的码才编得出来 所以我要先定位置 定完位置之后呢 我就可以开始来编码 那比如说LD它的码是00 所以这里填00 R1那就是暂存机1嘛 就编1 然后B呢 B这边是0010 0010 所以就编0010 所以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那事实上也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叫绝对定值版 绝对定值版 那比较常用的是相对定值版 我们待会再说为什么会这样 那绝对定值版的呢 我们编起来 OK 就把R1的E填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B的0010呢 就填到这里来 同样的ST呢 是01 然后呢 R1 这是1 那000C 就填进去 那再来 R1 T 基本上它2C 它没有任何参数 所以后面通通的填0 那这个 A R E S W E 是代表保留一个 Word 保留一个Word 那里面要填多少呢 其实随便 那通常一般我们会填0 而且几乎几乎现在都是强制填0 那B呢是29 所以就把29的16金位码呢 1D 写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填001D 所以这样我们就编完这一个程式的目的码 这是绝对定值版 那这里呢有个相对定值版的 我们待会再看 绝对定值版的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主义的原理 主义的原理 原则上呢 我们的指令有分几种类型 每一种类型主要是它的那个格式不太一样 每一个栏位 那暂存器有几个 根据暂存器有几个 通常有三个的就是A型 有两个的是B型 是L型 那没有暂存器的是J型 OK 那这三型的编码方式 在你的指令表 你课本里面都有指令表 课本的指令表 在第二章有 但是在最后也有 最后 附入1 附入A 附入A的CPU0处理器 在A-3里面就有这个指令表 A-3到A-4 就有这个指令表 所以各位如果 上课的时候 现在就可以把它翻到A-3来对照着看 那待会你要编指令表 编指令的话就会比较容易 那我们待会会现场出题目给各位做 OK 好 那各位就可以练习一下 那我们确定大家都会编 再继续 再继续 好 OK 那这是 这是指令表 你看到的就是课本的这一段 我们只接到说明 后面还有语法语义 我们没解 那你可以看到 OK LD 比如说R1 B这样一个指令 LDR1B这样一个指令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格式 它的语义那边的格式是LD RBRARB加CX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套入进去 RA就是R1 所以A就是E OK 那RB呢 因为这边没写 所以呢 如果以绝对编码的话 它是应该用R0 因为R0这个暂存器永远都是0 好 那再来呢 CS CS 这边呢 其实就是B把它编成常数 编成位置 编成一个位置 那就是 就是它的CS 所以以刚刚的例子而言 B因为放在0010 可以看到上面的B呢 是放在0010 所以这里 我们就把B填入0010 那RB因为它是 没有写 所以就是R0 所以这边填0 RA呢 因为它是R1 所以填1 LD呢 因为它的指令码是00 所以这笔填00 OK 所以应该蛮简单的 那因为它的格式 你可以看到 这个LD 它的格式是L型 L型的话就是这个 所以你填就照这个方式填 也就是OP 填进去00 RA填进去1 就R1 填进去1 RB呢 是R0 所以填进去0 那剩下的呢 有16个bit 也就是4个16进位数字 就0010 所以最后编出来 就是0010 0010 那这样子就符合 我们刚刚的这一个编 这一个LDR1B的编 那这是绝对定值的版本 在编的时候比较简单 但是它有缺点 缺点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只有16个bit 这里只有16个bit 那RB呢 如果用绝对定值 它就是0 就是R0 所以永远都是0 那如果这里是0的话 这里只有16个bit 那请问你记忆体 最大定值可以定值到多少 以这个例子 16个bit 如果不分正负号 那它最多可以定0到6535 所以它最多只能够定到6535 也就是64K的部分 那各位现在的电脑记忆体是多大 以我们现在这种电脑 学校的记忆体有些2G 有些4G 有些8G 也有人装到16G 那你家里的电脑 可能你会装到 比如说16G 甚至装到32G 那但是学校可能就只有4G 8G 这样OK 好 那G是多少 1024 1024的什么 G是1024煤 对不对 1024NB GB 1GB就是1024NB 然后呢 1NB是多少 1024KB 那1KB呢 就是1024NB 就是1024 对不对 OK 所以就是1024的三四方才是G 也就是1后面跟着9个0左右的那个东西才是G 那1的后面跟着9个0 个1010万100万千万千万亿 所以1后面跟着9个0到底是1还是10亿 10亿对不对 OK 那10亿的话 10亿的话 对所以就是1G就是11个Bite 1G是11个byte 那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你8G的话 就是81个byte 那我们这边 CS只能定到 64535 跟81比起来 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比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有一个缺陷 那我6535以后的 我都不能存取 所以这一型的 如果我硬把这个Rb 定成绝对定值 也就是0的话 那我就只能存取到 前面64K 后面的一大票 我都没有办法用 所以这样子 这种编法呢 通常我们不会采用 那除非在 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 你的迁入式系统 你确定只会用到64K的 的记忆体 那我就可能 只可以这样编 否则的话 我就不能这样编 那第二种编法 就是采用相对定值 那相对定值 还有很多种相对法 那我们这边的一个 可能的做法是用 相对于程式技术器 这边的PC是指 Program Counter 就是程式技术器的意思 那所谓的程式技术器 就是CPU 现在在执行哪个指令 会有一个暂存器 代表储存 它现在执行的指令位置 那个储存指令位置的暂存器 就是程式技术器 那举个例子 我们上面这个程式来看 假如现在正在执行的是 R1T这个指令 那它的程式技术器 应该是0008 假如现在执行的是ST 这个指令 那它程式技术器 应该是0004 OK 所以执行到哪一个指令呢 那程式技术器就到哪里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 但是不够精确 因为后面你会发现 当我这个指令一被截取 开始执行 被截取完之后 这个呢 00 程式技术器 就会从0008 跳到000c 它会事先跳到下一格了 在截取完这个指令之后 马上就跳下一个 所以当你真正计算的时候 会用下一格来计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相对APC定值的方法怎么定 这边如果我用相对APC定值的方法 那也就是说呢 我是利用程式技术器 但是我们CPU0的程式技术器是R15 也就是说固定我 我就是用这个 这个RA就填入15 就是RA就填入 这里应该是R 这里写的不好 这里有写错 这个RB RARB 那RB填入15才对 那RA应该是填入1 好 那RA 这一个是R15 这个是RE 就不要管这一行 因为这一行我觉得写错 应该是RARB 好 那你就会看到 OK 这里填1 这里填15 15的话以16进会表示就是F OK F就是15 好 那这里要怎么填呢 那么这里就要填 它和程式技术器之间的差值 为什么 因为R15加这个 R15加这个才会变成我们想要的定值 对 就就是RA加这个 这个加CS 那R15加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定值 那所以我这里要填入的 就刚好是B减掉R15的值 B减掉PC R15就是PC B减掉PC的值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以刚刚的那一个程式 刚刚的这个程式 而言 LDR1B好了 用这个例子 用这个例子 用这个例子的话呢 你会看到 OK 我LD还是编成00 所以这个00是没有变的 好 R1我还是编成1 这1也是没有变 接下来B的编法有不同 那那个 这个B呢 如果用绝对定值的话 这边就0010 就是B的编的位置 那如果用相对定值版 相对于程式计数器的定值版 你要看现在程式计数器在哪 我们刚刚讲过 当它指令截取完之后呢 这个程式计数器已经跳到下一个 所以会是0004 不是0000 所以当它是0004呢 那我B是0010 0010减掉0004是多少 0010就是16嘛 0004就是4嘛 所以16减4就是12嘛 12表示成16进位就是C OK 所以当我用相对于程式计数器的定值的时候 这边要填F 就是R15 R15就是程式计数器 那这边呢 就要填C 因为是B的位置减掉R15的内容 OK 所以这边填C 那同样的 以这一个下一个指令的例子 你就会看到 OK 这ST是01 没问题 R1也编1了 ST01 R1也编1了 如果是绝对定值的话 直接把A的00C位置填进去就好 这很简单 那如果是相对定值的话呢 我就把A 减掉目前程式计数器的位置 问题是目前程式计数器是多少 这一行是在0004 当它截取完之后呢 程式计数器会跳到0008 所以0C减掉08 是多少 04 所以把04填在这里 这样听懂了吧 所以它会变成001EF0004 OK 这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原因 那这个R1T就简单的 因为它根本就后面没有 后面没有你也不用去计算什么相对 所以绝对定值 反正都填0就好 所以不管怎么样 它还是2C000 OK 那这个填数值的部分就不会变 所以两边都会是一样 所以要了解的比较不同的 就只有前面这两个子力 因为它有这种变数 OK 组合园里面的变数 其实就是位置 所以这个编法应该大家来了解 那这里就会牵涉到 我们要做主意的时候 其实会需要做一连串的动作 那针对第一个指令 我要先把指令的这个码 名称拿出来 然后转换成它的码 所以LD就要转换成00 ST就要转换成01 这是第一个要做的动作 是运算员转换 那第二个要做的动作 是参数转换 比如说如果是暂存器 R1我就要转成1 R0我就转成0 R8我就转成8 R12呢 我就转成C 对吧 因为12就是C嘛 16进位 那所以呢 我就这样转 R暂存器的部分就这样转 那记忆体位 记忆体的部分呢 就是你要能够先算出这个位置 算完位置之后 你才知道说 原来A是000C 原来B是0010 你才有办法转 OK 所以要第二部分要转参数 暂存器和位置的转换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针对资料指令的格式 资料指令的部分 像这个Word29 29我是不是要把它转换成 二进位 然后存起来 那以我们这边写16进位 就是1滴 存起来 那这个是资料转换的部分 那最后呢 就是目的码产生 也就是说 当我这些转换都转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一个OP 就是运算码 运算员转换已经转了 这一排就出来 那暂存器的转换转了 这一排就出来 那接下来呢 参数转换的部分 转了 这一些就出来 那资料转换的部分 转了 这一些就出来 OK 那是不是都填满 填满之后呢 就可以输出了 其实蛮 算蛮简单的 那但是真实的转换呢 会复杂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 刻意设计的这个CPU 的转换 用眼睛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如果是真实的CPU 通常它商业化的情况很严重 所以它的位元 其实是对不起的 那你要转成0001之类的东西 你就会发现说 我要慢慢的去 一个一个对比特 然后再把它写出来 先写成0001 然后再 你如果要写成16 16进位再四个四个一组去 去写成16进位 那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要理解原理的话 这种简单的CPU是比较容易的 那概念是一样 好 所以呢 当我们转换好之后 这个二阶段主义方式 转换好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输出 输出到目的码 那真正最简单的一种目的码 叫做印象档 因为目的码 其实像现在 微软啊 也有一套目的码 叫Cov 然后呢 Linux也有一套目的码 最早用A.out 那后来呢 就改用ELF 这种目的码 那但是那些目的码 都不是最终的机器码格式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资讯 而且还有一些连结的资讯存在 那但是 如果在迁入式系统里面 往往我们会有一种工具 它可以把目的码 直接转换成印象档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迁入式系统里面 最终你要把码全部烧到那个 晶片里面 那你如果目的码是烧进去 是不能动的 你一定要转换成全部是机器码 印象档的时候 烧进去才是可以动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目的码 最后你要转成印象档 才可以烧 那以我们这本书而言 我们就干脆 就是没有实作目的 没有实作一般可以连结的目的码 也没有实作连结器的部分 我们就只实作印象档 直接把印象档拿来当目的码 也就是说纯粹的机器码格式 那这样子比较省 我也比较不用写那么多连结程式 那这里你会看到 这里是位置 然后程式码 那边完之后 目的码绝对定值版 就直接把它写出去OK 那如果是相对定值版 你也是一样 相对定值版编完把它写出去OK 那这里我们就会看到 像上礼拜我们有做过这个动作 AS0然后ES4-1.ASM0 然后ES4-1.OBJ0 那就会跑出一个 先把程式印出来 接下来有一个PASSY 这PASSY告诉你说 OK我们把这个位置印出来 然后呢 PASSY会印出这个指令 到底是哪一种格式 是哪一种格式 L就是L型的 J就是J型跳跃 A就是A型的运算 那这里有个D 是我们没有这种指令格式 我们只有三种指令格式 那这个D是什么意思 D就是资料 资料不是属于指令 所以没有所谓的指令格式 它就是资料 所以D就DATA DATA资料 所以L是载入储存的 J是挑要JUMP D就是DATA资料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就印出它的码 那LD呢 就是00 那ST呢 就是01 我前面的0没印 所以就是01 那这个 RET呢 就是2C OK 那这边WORD29呢 它是一个假的指令代码 因为这种RET是真的有指令2C 但是你在那个A之3的表里面 绝对查不到有什么F0的 或F2的编码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编码编到哪里 我们编码编到3就没了 编码编到30313233 是PUSHB就没了 所以绝对不可能有F开头 那为什么这里会写F0和F2 这是我故意用的 我把它放到最后面 万一我 我们以后这个指令表有扩充的时候 应该不太可能会扩充到F 我们现在只有用到3而已 所以既然不会扩充到F 我就拿F来代表RESW F0代表RESW F2代表Word 那F1应该是RESW 保留Byte 那F3应该是Byte OK 就拿这些来当资料定义的运算 OK 那这样子方便我们程式辨认 主要是方便我们程式辨认 好 那这里呢 都是NU就代表说 还没有设定 还没有设定 好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印一个符号表 就是A和B才是符号 这就变数 变数的表格 那还会放在这里 那这边就是那个变数的位置 那接下来呢 就是Path2 就是第二轮 这是第一轮 这是第二轮 第一轮主要做完就是要建立这个符号表 有了知道A400CB40010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编后面的这些东西 那接下来进入第二轮 第二轮的话呢 OK 我们这些都已经存在了 每一个变数的位置也都知道 符号表的位置都知道 就拿来编这后面的 把这些编好 那已经知道的就都填进去 OK 那资料的部分呢 就直接输出就可以 这样子你就会发现说 最后我们输出的目的档 其实是像这个样子 但是这是16进位的 我们最后写进去是2进位的方式写 那这只是整个报表印出来 可以让各位看得懂而已 好 所以这边呢 就会牵涉到主义器的演算法 第一阶段呢 会编这个符号的位置 然后最后把符号表印出来 那第二阶段呢 就是把这个 这个目的码整个产生出来 好 那这里编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 每个指令或每个资料 占多少个byte 假如这个指令占4个byte 那我一开始位置是0000的话 下一个指令的位置应该就0004 要占4个byte 每次加4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范例里面几乎都每次加4 但是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如果今天是RESB 保留byte 那就不是加4 如果RESW后面跟着 比如说10 那就不是加4 而是加40 为什么 因为RESW10是保留10个word 10个word就是40个byte OK 所以这里要注意的是 不是一定加4 一定加4是不对的 那只是因为我们是32位元的指令 所以几乎碰到指令都是加4 但是碰到资料就不一定 这边要注意 那大部分的CPU呢 像X86的CPU 它每一个指令也不一定加5 因为它是变动长度的指令集 所以就不一定加几 你要看那个指令是长度是多少 我们的比较简单 所以就指令就几乎都是加4 资料才有不一样 那这是第一阶段就是在算这个 算位置 那算完之后要记住 A是这个 B是这个要记住 那这是第一阶段 所以你要决定每一个指令所占的记忆空间大小 比如说RESW就不一定是4 可能是40或是多少 那计算程式中每一行的位置 因为你要从前一行的定值再往上加 那这是计算每一行的位置 那储存每一个标签和变数的位置 就像这个AB要存起来 那第二阶段就是开始真正转 那转的时候你就要把OP栏位运算码的部分 LD转成00 ST转成01 那R1T转成2C 那这边转换指令参数的机器码 参数的机器码 参数有两种 一个是暂存器 那暂存器就是R几就转成几 那如果是超过10的话呢 记得写成16进位 比如说R10其实就写成A R11那就写成B OK R15就写成F 这样子转 那资料的部分呢 你就要把原本那个符号表那边的位置 超进来 然后呢 再去转 那转的时候要记得就是说 如果是绝对定值 那就直接超 如果是相对定值 那就要减掉相对于谁 如果相对于程式技术器 那就是要减掉程式技术器 再超进来 那如果是资料 就第三个部分 如果是资料的话呢 就把这个资料呢 转成16进位就可以了 那写进去 当然最后还是变2进位 那如果是 最后通通都转完了 通通都转完了 就把它这一个整块 一直输出 输出到目的点 就印象了就可以 那这是第二阶段的部分 所以组一基本上 在资料结构 各位应该现在都有 上学期好像上资料结构 在资料结构上面 它都会有两个表 第一个表叫做OP table 就是运算码表 那也就是各位课本A之3的那个表 OK 那个要存在 存在记忆体里面 第二个表是符号表 就是用来存 这些变数啊 ARBR这些东西的 这叫符号表 那通常这个表呢 我们会使用杂错表格 各位 资料结构有学到杂错表吗 没有的话 请你一定要弄会杂错表 杂错表是最常最常使用到的 表格资料结构 各位可能会以为像什么 二元素啊 什么之类的 讲了一大堆排序啊 什么之类的 但事实上最常用的是杂错 Hash table Hash table 这个结构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请注意 忘记资料结构的Hash table怎么做 去看一下 它的速度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 然后相对的也满省空间 而且它不用像那种排序好的东西 每插进一笔就要再往后挪 不用 它放进去就好 所以这边请各位要仔细去研究一下杂错表格的结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